白虎女人具备的死点特征 这种三条千万别招惹 女人往往对于男人来说是难以捉摸的 因为男人一直不知道女人到底在想什么 到底要什么 所以很多情况下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之后才发现 自己交往的女人是一个白虎女人 什么是白虎女人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存不住钱 总是叫你花钱 并且自私自利虚荣心很强的女人 所以小编为你总结的就是白虎女人的几大特点 首先白虎女人存不住钱留不住财 这种女人喜欢消费 生活过得奢侈还虚荣心特别强 所以经常会因为自己的虚荣心盲目消费 因此信用卡透支是这种女人的常态 当男人碰到这种女人 那么也只能头痛的分了 所以如果哪天她的信用卡还不上了 那么就危险了 所以男人要注意 遇到这种女人男人就要小心了 另外 白虎女人还会两面三刀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这些态度都取决于你的钱包 因为白虎女人看重的就是你的钱包 如果你有钱 那么她肯定在你面前柔柔弱弱的 纯洁的像白莲花一样 温柔的语思无争 并且你花钱的时候 她还会娇滴滴的讨好你 跟你撒娇 但是如果你没钱了 那么她会立马变脸 甚至消失 其实她根本就不是你眼前的样子 事实她是一副枝高气扬 药物扬威的样子 所以这种女人也是白虎女人的典型气质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这种女人会表现得很明显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这样的女人尤其喜欢出入各种舞厅等娱乐场所 因为这些场所是那种特别容易发生暧昧的地方 这些地方吵杂不堪 很多人都会去那里去结交暧昧的男性 为自己消费买单 并且他们还喜欢上网聊天 交朋友 喜欢各种和陌生人聊天 因为这些都是她和男人玩暧昧的土壤 同样的 白虎女人还有很多明显的特征 这种特征主要表现的就是自私自利 虚荣心茫盛 此外 她们还会和很多男人表现出很暧昧的关系 但是并不会真正的和某一个男人成为情侣 因为她们一直在选择 一直在玩弄 她们喜欢吊着男人 这样她会忽而热情 忽而冷淡 周璇与男性朋友之间 就是为了得到满足虚荣心的父前人 这种女人换男人比翻脸还快 还要注意了 这种女人不孝敬父母 不照顾家庭 因为她们骨子里就很自私 肯定不会为家庭考虑 对于这样的女人 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身材好 长得漂亮 所以小编也要提醒一下各位 长得漂亮不能解决一切 少个能过日子的女人才是重脸 因为能过日子的女人 才会让你有家的感觉 才会给你舒适幸福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不幸遇到了白虎女人 那么请你擦亮眼睛 早点摆脱